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很适合我生活以及生存 可能台湾有一些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房价太高啊 比如说物价上涨啊 比如说薪水大家都认为 大家都认为薪水不高这件事情 那它的附加价值有没有呢 永远只希望环境来适应你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巨婴的心态 假如我真心的喜欢那个国家 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适应那个国家 而不是希望那个国家来适应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惠蜜 今天的课结束了 我要帮我的学生去挑一个礼物 因为他呢很快就要离开台湾了 我想买一个代表台湾的小礼物送给他 然后写一个卡片 希望他有机会可以再来台湾 我买完了 等一下给大家看是什么东西 哈喽大家好 我是惠蜜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刚刚呢我就是帮我的外国学生去挑一个礼物 特别呢买一个冰箱贴送给他 就是希望他下次有机会还能再回来台湾学中文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跟了这么多外国人聊天之后 我反而更加的喜欢台湾的生活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 首先第一点呢我曾经在我的频道中常常讲到的就是知足 虽然当时很多人骂我说知足的话就不能够进步了 知足的话代表着你直步不前了 人为什么要知足呢 不应该知足永远不满足 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 知足不是说让你直步不前 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知道现在的状况并且感到满足 但是呢该有的进步还是要做 该需要提升自己的事情呢也还是要做 没有因为知足就停下脚步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 那在跟这些外国人聊天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国家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 就像台湾现在存在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这件事情 我就同样的也去问了美国人跟法国人 我说那你们那边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吗 他们的回答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现在的房价太贵了 物价也一直在攀升 年轻人很难买得起房子 除非是你赚的薪水特别多 可以跟银行贷款 大部分年轻人会选择来租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不得不提到 我觉得华人的一个观念 就是对于买房的这种执念 我不是说买房这种执念不好 但是我觉得既然房价都这么贵了 那干嘛不租呢 那有的时候你宁愿借银行钱每个月付房贷 难道也不愿每个月付房租吗 更何况有的时候房租不见得比房贷贵呀 所以我的频道有很多观众来留言跟我说买房这件事情 说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压力很大怎么怎么样的 嗯 我觉得我也很想问一下换一个国家难道你就买得起吗 你就确定你会买得起吗 还是说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要放弃一些自己所谓的执念 就不要想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为了抵制高房价我就不买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浅见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选择 那第二点呢我想表达的是选择 其实呢我觉得不是台湾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台湾 当然台湾是排在我老公后面的 我先选择了我的老公但是他刚好是台湾人 而且我很庆幸还好是台湾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既然选择了我觉得我生活在这里 我就要努力的去生活 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去感受这里的一切 那我在和一个外国男生聊天的时候呢 他说到在因为他有旅居各国的经验 在德国呀美国呀澳洲啊法国呀 这些国家都有居住过 包括还有日本 然后他就说了一些他的看法 比如说他觉得澳洲很无聊啊 澳洲这个国家没有文化底蕴呢 再比如说他觉得 再比如说他会觉得美国的医疗很贵啊 看不起病啊 其实在他的眼里 就是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相应的问题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很欣赏他的态度 跟他的角度是站在选择的角度上 是我选择了这个国家 在选择的这个当下 我就在这里好好生活 我不抱怨 当然有一天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很不适合我的话 我会选择换一个 其实作为中国大陆人的话 想要旅居这么多的国家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所以我曾经说奉劝台湾人 说你觉得这里不好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国家试试看 大家都表示不接纳 其实我提这个建议并没有任何的 就是想要强迫你做这件事情 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这里不好 为什么不换 只是一个疑问 就比如说我大学一毕业 我就离开中国了 所以因为我知道这里不适合我 我就换了我生活的地方 因为我们人是可以自由移动迁徙的 但是环境确实很难改变的 这么说吧 你生活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很痛苦 然后你觉得政府永远都做不出你想要的正确决策 其实一定程度上不是应该也是说明 你要么你离开 要么政府改变 但是希望政府改变 你也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抗议啊提建议啊 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做 我比较讨厌的是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但是每天抱怨的人 我不太能理解这种心态 那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适合 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很适合我生活以及生存 可能台湾有一些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房价太高啊 比如说物价上涨啊 比如说薪水大家都认为 大家都认为薪水不高这件事情 那它的附加价值有没有呢 当然也是有 就是比如说生活的娱乐活动非常的多 然后你可以有非常多的自己的兴趣爱好 然后学习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医疗也是比较好的 那这些优点呢 有没有在你选择的参考范围之内呢 我是觉得有些人总是总是会想说 觉得环境一定要一切都很完美符合我的标准 然后我才要生活在这里 我觉得完全不是的 我觉得是你选择了这个地方 而且投胎是门技术活 投胎我们虽然没有选好 但是后面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生活的地方 没有人会绑着你 甚至是说台湾人比中国人的迁徙会 迁徙会容易很多 那在这一点上 我是觉得选择适合你的地方很重要 其实这个就像你要选一份好的工作 或者是你要选一个人结婚是一样道理的 你那个工作之所以不离开 一定有你离不开的理由 对不对 它一定有什么是让你觉得你还能继续待下去的理由 那你我觉得希望你可以多想想这些理由 或者是果断离开 人生就是A跟B的选项 我觉得在中间就是会让你 除了让你自己痛苦以外 并不能得到什么精神 心理上的成长 那我自己以一个新著名在台湾打拼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我是很开心的 我也找到了自己非常喜爱且热爱的工作 让我觉得生活在这里非常的舒服 那在闲暇时间呢 也有陪伴家人 或者是出去娱乐的这样子的活动 甚至是台湾的娱乐活动也非常的多 也很满足我的 这种喜欢艺术的这样子的感受 那有的人在我的频道中曾经说过 不要老跟中国大陆比啦 我们要跟发达的欧美日韩比 OK今天我我觉得我比较了 就是我还是觉得台湾更适合我一点 这个东西就在于选择 而不是听别人讲说 那个国家有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棒 因为你身处其中 你不知道这里的好 这里的棒 那你就去深入当地去感受一下 他们的国家是否真的那么的好 那么的棒 还是说你在待过之后 你还是依然会选择回来台湾 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 希望你尊重内心的想法 也尊重别人表达意见的权利 而且呢 不移民也有很多的原因 不是吗 你不想要再去学一门新的语言 你也不想尝试新的环境 然后你甚至要觉得重新适应那里很困难 这些都是我们所考虑的点 但是你却从来不讲说这些问题的 永远只希望环境来适应你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巨婴的心态 假如我真心的喜欢那个国家 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适应那个国家 而不是希望那个国家来适应我 我要知道我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在台湾我想要的很简单 就是待够时间拿到台湾的身份证 做一个台湾的公民 每年呢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陪家人 然后有自己喜欢的工作 有自己喜欢的人在这里 我觉得这几点就满足了我所有的理想 所以我喜欢待在台湾的理由 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一点 不是A就是B不用想太多 我很欣赏外国人的一种状态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内耗 他们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或者是他们只做当下自己最想做的选择 不去想过去不去想未来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好了那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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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